那我们更想知道未来我们国家在这个世界航天俱乐部里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我们国家载人航天是三步走战略 这个神舟九号上天呢具有成上启下的作用 它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那个载人航天的第二步 第一步是通过神五神六完成了载人航天的天地往返 第二步呢是要解决这个交汇对接 太空行走和空间实验室 我们现在呢就是掌握神舟七号呢解决了这个太空行走这项技术 神舟八号九号还有神舟十号呢要突破和掌握这个交汇对接技术 交汇对接技术也是建立空间站的一个前提 因为空间站很大功能也很强寿命也很长 但是呢它上天以后就不能天地往返 它就必须靠飞船和交汇对接技术把人和货送上去 所以我们掌握这个交汇对接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下一步呢是要发射这个天空二号三号空间实验室 还要沿着自己的货运飞船 第三步呢是要建立这个我们国家自己的空间站 就在2020年左右我们要我们这个期限也比较高 国外是先研制这个单舱式空间站再研制多舱式空间站 我们就是上来以后就是研制多舱式空间站 因为我们借鉴就是国外的经验和教训 以及我们科技发展的水平也已经达到比较高的位置了 所以我们先发射一个核心舱 再对接两个试验舱 然后再对接这个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 所以前景还是广阔的 而且我们国家的专家也在论证 我们国家未来的载人登月 是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和这个必要性 有些专家建议呢 我们国家在2025年到2030年进行载人登月 在2050年进行载人登月